現在請李委員艷秀發言 李委員艷秀發言 李委員艷秀發言 李委員不在 現在請王委員玉敏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想剛剛黃委員特別提到說 過去政府沒有做什麼 我想醫護人員當中護理人員納入勞基法 是在馬政府時代 已經將這個護理人員完全納入勞基法 所以其實是有改革的 跟黃委員說明一下 另外今天討論的議題 我們可以看到 醫生納入勞基法 這的確是在立法院 特別在問黃委員會 過去我們也開過多次的 包括公聽會或專案報告 事實上是有討論過的 那基本上呢 國民黨的主張 我們也是支持 將來是應該要逐步把這個醫師 納入勞基法這樣的方向來推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醫師的長工時 也是需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我們的住院醫師 他的工時呢 高達100.32小時 高於平均的醫師的工時 而跟美國比較起來 美國他們醫學會評鑑文會的標準是80個小時 而我們的勞基法 一般勞工我們現在已經 修正為40小時 所以醫師的高工時 的確是我們要去幫醫師解決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要在這邊特別表達 事實上我們在未還委員會也已經做出提案 包括李燕秀委員陳一鳴委員也都提出臨時提案 我們都支持應該要將醫師納入勞基法 這一點我想朝野大家其實是非常有共識的 那至於做法應該要怎麼做 我這邊有以下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我們應該依據勞基法第三條 由勞動部可以來公告 就是醫師他是適用這個勞基法的部分 另外對於公使的部分 勞基法84條之一的規範 我們可以依照醫師的科別屬性 我們再來訂定就是我們現階段 可以達到的一個公識 另外勞基法的配套應該在34條34之一 明定輪班工作休息的時間 還有夜間工作的時間 我想如果我們今天朝野大家都有共識 然後新政府即將上台 新的林鄒元部長他是說希望四年之內逐步來推動 那或許如果朝野有共識的話 我們希望不是四年可以用更快的時間 就將我們的醫師朋友特別是住院醫師的部分 我們應該要優先納維勞基法適用的範圍 我們讓醫師不用過勞 我們讓醫師在一個合理的勞動的環境裡面 我相信我們的病人也會更有保障 我們一起來努力謝謝 謝謝王委員 現在請陳委員移民發言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早 好 針對我們時代力量提出來的這個提案 本席是予以支持 但是在整個配套措施就成為剛剛 民國診所協會全聯會的陳俊鴻副秘書長 還有伊勞猛的監事一起來 同時在官方方面呢 兩位司長 勞動部的司長 以及伊勢市的司長都有出席 我們國民黨黨團開的一個既有招待會 就這個問題呢 提出一些來協調 甚至在今天早上 林鄒嚴準 部長也有跟我通電話 那本席呢其實現在提出來的這個版本 也就是說 我們要考量到的就是 醫師入勞基法 過去一直治安難勤的部分 就是公時的問題 我本席認為公時其實是可以另外去 去另議 也就是說其實是可以 在住院醫師方面 應該馬上就可以通過 由原來的88小時 每週88小時 提縮短為每週80小時 同時從連續值班32小時 也可以縮短為24小時 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大家已經有共識 但是對於一些可能有緊急的狀況 他連續值班時間必須再延長的 其實是可以延長 這個部分我們也達到共識 另外呢 針對專科醫師部分呢 本席今天早上跟林鄒嚴準 部長也在通電話 我們也達到一個共識 其實是可以由各專科醫師學會 跟這個衛福部 一起來討論出來一個適當的公時 換句話說 其實入勞基法 醫師入勞基法是可行的 但是必須要有配套的措施 好好的把住院醫師 跟專科醫師的公時的部分 要做釐清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讓醫院的管理部分 還有跟醫師 他們在入勞基法之後 因為他們都有繳勞保 所以其實他們當然應該要享有 勞基法的一些的部分 工商 僱用 獎懲 退休 這方面的勞動的權益 所以換句話說 本席是支持這個提案 同時本席也認為說 在新舊政府交接之後呢 應該可以馬上立即的實施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陳委員 現在大體討論 所有登記發言的部分 都已經發言完畢 那我們就開始處理 現在有時代力量黨團提議 扁岸禁戶惡毒 請問 院會有意 沒有意 扁岸禁戶惡毒 那麼 現在有民進黨黨團提出 修正動議 並提議 扁岸 交付黨團協商 所以我們做以下之決議 編案 及 修正動議 扁岸禁戶惡毒 交付黨團協商 並由時代力量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 事項 第七案 都沒有意 扁岸禁戶惡 有時代力量 都沒有意見